我覺得今天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歌曲想要傳達的東西 是你的歌曲沒有傳達到的一個東西 因為這次可能大家其實聽到 都是已經耳熟能詳的歌曲了 大家已經有了一個主觀的感受了 在聽到一個新的一個音樂之後 他會去判斷哪種音樂帶給他的感受 會更好 或者說你們有不一樣的地方在 那其實我是覺得整體真的都沒問題 是Vocal可能要去想一想 怎麼去表達出這樣一個歌曲想帶來的東西 第一場的時候其實底下的樂迷他們 其實也反饋就是說 Vocal的一些可能傳達到的東西 沒有傳達給他們 這一場抛開原創這樣一個東西 他們的本身的一些問題就會暴露出來 Vocal的一些可能傳達到的東西 他說他唱得不好 畢竟不是專業唱歌 我在這裡我想說一個比較 在公司立場比較嚴重的問題 剛剛其實我跟王總一直在看我們 實時的數據 你知道剛剛安婷的人 有96個 所以就說只差四個人 剛剛我們是看不完你們的演出的 這不是我們三個的選擇 是他們的選擇 所以當你們每次進來我們 合夥人的房間去談話的時候 去聊天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我都希望你們是很 很認真的去研究 為什麼我們幾個合夥人 會給出這樣的意見 Bass跟Vocal會特別忙 我明白 樂迷其實有很多的建議是 來自於Vocal上面 如果你們進入的每一首歌 它都只是局限在那樣一個舞臺的話 其實觀眾感受到的東西 沒有很強烈 你們會希望多一個Vocal嗎 還是你們堅持原班人馬 對我還是挺希望保持三個人 在我們的意見背後 是有數據的 老闆 他提醒了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 哪怕是過關 我拜託你們自己回去 反省一下 如果今天只有我們三個說不行 其他幾百位都說好的 我沒話說